你再看一下十一面 任劣有它的原则跟条件 你还记得吗 以及任劣条件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单独交易的结果 是一个整体的业务 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那是任劣讲什么意思呢 我们最近在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哪一些子公司的资产负债项目要并进来 是不是 那母公司在移转对价 移转对价到底付了多少钱 去并子公司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这样之后呢 我们先停一下 请可以看到38面 我先停一下 看到38面 有一个瓜福山 诟病后 既有关系的结晶 什么叫既有关系 合并之前 母公司跟子公司 有一些买卖存在 那这个部分怎么样 不能算进来合并的项目 不能算进来 也就并不进去 没办法并进去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子公司的项目的部分 你看到 第一个你看到 若既有关系 诟病者 以任列负债 则移转对价中 属于该负债部分 视为清偿 不可用以计算商欲 也就是说 移转对价 不含 洁清 既有关系 我恐怕这样讲 你不懂 我讲个很直白的话 跟你听 合并之前 母公司有跟子公司借钱 母公司上上是应付子公司的借款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是什么 要结清 要结清 这样你先知道 也就是移转对价里面 先把这个部分扣掉 才叫真正的移转对价 这样子你不太懂 我们举个例子 请看到底下 这个第一点的底下的 我们看这个例子 甲公司在107年进行以下的 两项诟病案 甲公司是一个母公司 他有两个诟病案 那要你计算商欲的价值 并做想玩不如商欲价值在这里 商欲看一下 怎么算的 用什么 用整个移转对价 减掉被合并的子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你记得这个话吧 用整个移转对价 也就是子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也是整个移转对价 母公司给付的代价 减掉被合并子公司的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叫做商欲 我们举第一个例子 对准刚刚的前面的第一个解释 你看一下 说乙公司曾因为假公司侵权问题 对假公司提出诉讼 什么意思 假公司侵犯乙公司的权利 比如侵犯专利权 乙公司就是告假公司 这样行的话 这时候假公司已于账上提列 100万的负债准备 这跟中话有关 怎么讲 一定是假公司的律师 跟假公司的会计说 可能会被告导 极有可能被告导 而且要赔100万 所以假公司入账入多少 100万是欠乙公司的 那我问你 乙公司入账了吗 不可能 因为根据我们IAS 37号公报的规定 我们乙公司是提告地方 不可能入账 你还记得这个规定吧 这是假公司侵犯人家 而且假公司的律师 告诉假公司的会议说 很可能要赔 而且要赔100万 所以他变成什么 负债准备 那假公司已经借记损失 待记负债准备100万 结果现在合并日当天 这笔负债的公允价值在120万 合并日当天 假公司的律师 够是假公司 现在拖的这么久 要再多赔20万 要赔120万 是以公司的问题吗 是以公司家里的问题吗 不是 是假公司家里的负债 那这时候你看 假公司的账上 马上看隔壁三九面答案 你看 第一个先借损失 也叫负债准备评价损失 我们各位再回顾一下中块 IS37面对负债准备 怎么讲的 要入账 面对货有负债怎么讲的 不必入账 要付出 你记得吧 会计是要先备好规定 才来计算的 会计麻烦在这里 不像法律 备一备就完毕了 会计不是 备好规定再来算 IS37规定 负债准备要入账 为什么 它发生可能性价 极有可能发生 金额可以合理确定 所以假公司已经立账 是借损失贷账100万 结果现在拖那么久 假公司律师公司小公司 不行要再多赔20万 所以假公司在借损失20万 代负债准备20万 看到没有 好 那现在再看回题目 看完题目 结果呢 现在题目要说 诟病日当天 以公司的净资产的供允价值 是2500万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我们填进来 就用刚刚这个计算表格 是不是在这里 是2500万 那他又说 里面含了资产的供允价值是3500万 在这边 同学可能会有疑问 这里面会有商与吗 不可能 是从以公司账上看的 不可能有商与 商与不会存在假公司个别账 也不会存在以公司个别账 而是合并才会产生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一定不会有商与 所以叫可辨认 不会有商与 那他的负债 他说是多少呢 这100万 1千万 不是1百万 1千万 所以没有错的 2500万 那现在呢 我们假公司本身付掉多少钱 你看一下 假公司给付3000万 所以他给付3000万的结果 本来应该这里是写3000万 应该是这样 但不是的 为什么 他有之前的关系要去结清 要结清多少 120万 所以这个部分要再扣掉120万 所以移转对价 也叫子公司的净资产的价值 但是合并观点 是2880万 的价值 也就是说我们母公司给付的3000万 先结清掉什么 欠人家的那个钱 120万 为什么欠人家的钱 因为侵犯到人家的权利 是不是等下还着赔人家钱 也叫建人家钱 就要减掉120万 所以这是2880万 所以在这边 我们再移过来 这边是2880万 所以比较一下 所以产生商欲 是在380万 也就是说这个120万 还不含在被合并的子公司的价值里面 没有了 因为这并不是子公司的负责 而是母公司的负责 好死不死是母公司欠子公司的 你听懂吗 那我们现在讲什么 子公司的价值含哪些 包括资产跟负责 那这个120万是母公司欠子公司 而不是子公司欠母公司的 你听懂这个概念吧 所以先结清是 以合并前的关系 叫既有关系 看一下叫既有关系 就合并前关系 先把它结清 先把它结清之后是3000万 先赔人家120万 所以合并的移转对价才只有2880万 那构成我们子公司的整个净资产的公营价值 也叫母公司真正的移转对价 那所以这部分叫2880万 减掉2500万 商欲是380万 我们才有资格去做这个合并的 吸收合并的分路 这是吸收合并 所以你看到 现在我们在借计资产是3500万 在借商欲是380万 在借负债准备是在120万 你看这个负债不是贷方 是借方 为什么 是假公司欠乙公司 不是乙公司欠假公司的 是假公司欠乙公司 其实是合并前的 你了解这个状况 现在了解 这不了解就不要做 要了解这个状况 我们今天在决定什么 被合并的子公司 也叫乙公司 它的资产负债的价值 但这个部分是什么 假公司欠乙公司 是假公司欠子公司的 所以并不是子公司的价值 那也就是说 我们母公司给付的现金 要先截清掉 母公司欠子公司的部分 这个道理有了解 是不是 这个白话文讲应该比较清楚 所以分路 在借负债准备120万 再负负债这是子公司的1000万 那再负现金是3000万 结论考试考移转对价是多少 答案是2880万 那考试考这个负债准备 是含在整个备合并子公司的价值吗 根本不是 是不是 会认列在备合并子公司的项目向下 不可能 是这样子 好吧 那这个第二个说明 我们再看回38面 诟病后的第二个说明 他说 既有关系的价值 应以公允价值 或解约不利的一方 要赔的金额 两个价值较低着 这还是都是属于什么 母公司在合并前欠子公司 这个都是母公司在合并前欠子公司的 而且子公司根本没有立账 但母公司在合并案要结清的 都是这样 你看这个都是什么 在合并前母公司欠子公司的 母公司可能有立账 可能没有立账 但子公司绝对没有立账 好吧 那这时候要先结清 就用这两个数字较低者结清 那才是剩下的金额 才是移转对价 取较低者 我们看底下第二 立体解析的二 丙公司乘于甲公司订定固定劳务契约 什么意思呢 甲公司要提供劳务给丙公司 用定合约 我先问你 丙公司有入账吗 会不会 不会啦 只是合约而已入什么账呢 甲公司有入账吗 没有嘛 也没有入账嘛 这个case是丙公司在合并前没入账 甲公司在合并前也没入账 这是在合并前 甲公司跟丙公司签约说 甲公司要提供劳务给丙公司 刚刚前面的可以是什么 甲公司在合并前有入账 入账100万的损失 后来要再补20万 现在两家公司都没有入账 现在他说 甲公司应提供 不是提供 提供固定劳务给丙公司 但双方可以用60万中止这个合约 那购并日该劳务契约的负债的公允价值是100万 所以就以什么 以60万跟100万取较小的变成什么 变成是我们要节倾的数字 这感觉什么 以60万跟100万取较小的变成母公司要节倾的数字 那所以底下再继续说到 就用60万捷刑 那丙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那个多达个是净资产资 应该是净资产资公允价值是700万 那含资产一百 一千两百万 负债五百万 所以我们填进来 继续我就利用这个位置 再把它插掉 我就再填进来就好了 这时候备合并子公司是丙公司 他本身的资产的净资产供应价值700万 那资产的供应价值1200万 所以这边写1200万 那负债的供应价值是500万 所以备合并子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供应价值是700万 那现在我们母公司付现金付多少 你看他说 甲公司为了此次诟病几付现金900万 所以几付现金900万 那结清我们这个负债的契约 是要结清多少 60万 所以整个移转对价就不是900万 而是840万 那所以这个840万就是什么 就是母公司要合并丙公司 甲公司这个母公司 要合并丙公司的移转对价 是840万 那再比700万 所以有商誉 是140万 我们才入商 我们才做分路 这都是我们甲公司跟母公司合并的正式的分路 借方借损失是劳务契约的解除是60万 借方借子公司的资产是1200万 借方借商誉是140万 借方借现金是900万 借方借负债是500万 是经过这样子分析之后 我们才入这个账 结论 考试考这个问题 移转对价是多少 不是900万 是840万 那这个部分根本不含在我们整个 移转对价的内容当中 因为它是个单独交易 是什么合并前我们母公司欠子公司的负债 是合并前母公司欠子公司的负债 那要从我们合并过程中的现金先结清 那把结清的现金减掉 才是我们移转的对价 这是母公司它的这个移转的对价 这个是讲到了 刚刚我们在下午要结束以前 那个第十一面的认列的原则 认列什么意思 哪些项目要并进来合并的报表 像刚刚再看回38面的第一个 那个负债准备 还有第二个那个损失 都并不进去合并报表了 你不觉得吗 因为都是合并前母公司跟子公司的单独交易 那单独交易不能算进来 整合的部分 不能算进来 接下来第二个 讲到衡量的原则的问题 第二个 我们继续 衡量已经就是我们在十一面的挂会 到底用什么价值计 大家都会吧 公允价值 是不是这样 公允价值 那结果底下就有说明 你看 在第三堂 你看第三尾巴 在第十一面 但是国际会计准备公报对于公允价值衡量并没有很详细的规定 而美国财快准备公报 SFAS 这什么意思呢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应该这样讲 这是美国制定准则机构 美国的 US的 它的机构 叫做FASB 美国财快准则委员会 它制定的准则 叫做SFAS 台湾两大高块版本 一个就是台大林慧珍老师的高块 一个就是政大林美华老师的高块 号称台湾两大高块版本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知道吧 是不是 而且两大高块版本截然不同 哪里不同 因为林慧珍老师的高块 它本身在合并冲销的部分的方法 跟林慧珍老师的高块是不一样的 刚好跟美国的两个对立的高块 一个是BIMS高块 一个是FICTURE的刚好对立 那林慧珍老师的高块跟BIMS是一样 在冲销过程是一样的 那林慧珍老师的高块的冲销过程 是跟FICTURE 美国FICTURE的高块是一样的 我们只能这样讲 那在这两个版本里面 讲到这个英文字 先不讲合并字 讲这个英文字 林慧珍老师的是写SFAS 林美化的是写FAS S不见了 都是什么 美国会计准则公报 就是两大版本的高块 也像说世界会计两大强权 美国跟欧洲 我刚刚讲那两本高块都是美国的 一个是BIMS 美国BIMS的高块 很有名的高块版本 一个是美国FICTURE的 刚好林慧珍老师的高块跟BIMS是一样的做法 林慧珍老师的高块跟FICTURE是一样的做法 讲到合并冲销的过程 我们后面会再讲到 那我都会讲 那只是说 就讲到这个英文的代号也不太一样 两个版本 林慧珍老师是写FAS 林慧珍老师写SFAS 就是美国会计准则公报 美国会计准则公报 157号公报讲到公允价值的决定顺序 第一顺位是用什么 有活络公开的报价适用于具有活络交易的有价证券投资基础 讲白的是这样 合并日当天被合并子公司的资产或负债 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在交易市场交易 像这样 那就找到什么 一模一样的东西在合并日当天的成交价 第二层次 你看如果没有一模一样东西 用类似的 用类似的资产的市价 或可观察的其他投入 例如是营业资产 什么意思 像机器设备 被合并子公司在合并当天的机器设备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你在市场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它的行情价 只好怎么样 只好去推算它 去推算它 那怎么推算 比如说 现在这个全新资产是300万的价值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产材已经用了三年了 那怎么办 就把这个全新资产的价值300万 扣掉三年的累计者就 去推算它 就要用类似的 以相类似的资产的市价 就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要用相类似 或者第三个 没办法了 才用第三个 以不可观察的投入作为最佳估计 什么叫不可观察 用预估未来的现金收支来折算现值 例如售后保证服务的负债的估计值 就用未来要给付的维修费来折算现值 像这样 那有第一层次的用第一层次的没有采用第二层次的都没有采用第三顺位的 是这样子 所以底下再讲到说采用公允价值衡量时要特别注意的几个事项 第一个我们在十二面 未来现金流量不确定的资产 那怎么办 会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算现在的市场利率来算它的限值 来决定备合并子公司这个资产的价值 当被合并子公司有一个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是不确定的 没有关系我去估计它 我去折算它 像应收暂缓或是估计的负债都是这一种 你看 他说 于企业合并中所取得的资产 以一购并资产 以一收购日当天的供应价值衡量 则未来现金流量不确定的影响 已经考虑进去了 因为他用机率分配等等在折线 已经考虑进去了 故收购者就是母公司 对于子公司这个资产 不要另行任劣背底评价科目 例如合并前被收购 也是子公司应收账款 附有的背底坏账的科目 不会在合并报表中现现的 为什么 已经考虑这个应收将来可能被倒上的 已经考虑掉了 所以注意到 我们子公司在合并前的应收账款 附属的背底坏账 在合并当天不会有了 就因为我们已经重新评价过了 第二个 被收购者 就是子公司 在收购前已经签订的租任契约 那不是跟母公司签订 是跟母公司以外的第三方 跟母公司签订刚刚讲过了 先结清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不是跟母公司签订 是合并前 那么我们子公司跟外界第三方所签订的合约 比如说租任契约 租任契约 有分什么 营业租任 跟什么 融资租任 还记得吧 对一遍来听听看 iFa 16 跟IAS 17 差在哪里 iFa 16是最新的租任会计 iFa 17是旧的租任会计 目前的欧洲都iFa 16 对不对 目前的台湾市 公开上市公司的会计 用iFa 16 一般公司的会计 用iFa 17 那申报营业税跟所罗税 都用iAS 17 是不是这样 我现在背一遍来听听看 iFa 16怎么说的 iFa 16说 成租人 他本身如果要变成营业租约 是因为第一个 租期小于等于12个月 同时要符合第二个 租来的财产以全新价值观点看 小于等于美金 用美金的5000块 两个条件都成立 iFa 16说 这是成租人的营业租任 也就是说两个条件 有一个违背 iFa 16说 这是成租人的融资租任 iFa 16说 这是成租人的融资租任 iFa 16说 这是成租人的融资租任 第一点是租期借满出租人免费送财产给成租人 第二个是什么 出期借满出租人不送但用优待价格卖财产给成租人 而且便宜到成租人现在才签订租约 铁定将来一定会满 第二点叫优惠成购价 第三点怎么样 租期几乎涵盖财产的耐用年限 最好是用美国规定比较明确 是用租期大于等于75%的财产耐用年限 第四点租金限值几乎等于财产的价值 最好用美国规定租金限值大于等于98%的财产价值 还有第五点财产是客制化的 是出租人专门帮成租人量身打造的 若是成租人不租 那出租人必须经过重大修改才能转租 以上五个条件有一个成立 就是成租人的什么融资租财 在什么 IAS-17 要先背清楚会计嘛 这就先背一背再算一算嘛 他男在这里嘛 你说你都背不清楚怎么算 是不是这样有没有 是不是 到这边点 iFa-16跟IAS-17一样在哪里 不一样是成租人的吗 的认定 一样是什么出租人的 有听过吗 再开始说 这租人是想租人 是不是 再连接到高快这边 现在在合并日以前 子公司是成租人 而且被判断是营业租约 这好吧 那现在合并怎么并进来 先讲要不要并进来 当然要 怎么不要呢 是不是 当然要嘛 是合并日当天 被合并子公司的项目 当然并进来嘛 但现在问题又来了 你看问题 若原租约中 那么优于收购日市场的条件 什么意思呢 成租人给付的租金 原租约比较少 如果在合并当天的条件 是要比较高的 所以成租人节省的租金支出 那所以怎么办 各位叫我一下会吧 就把将来各企可节省的租金支出 按照收购日的市场利率 折算限制嘛 那就变成成租人的资产价值的一部分 是不是这样 这跟中块就不一样了 跟中块不一样 中块没讲这个 这是高块讲的 这刚才讲什么 合并日当天 被合并的子公司 在先前已经签订租约 而且这是成租人 而且是营业租约 而且他的租约的未来租金 是比较便宜的 怎么叫比较便宜 比合并日当天的行情租金来的便宜 我就把便宜的租金 节省的租金 折算合并日当天市场利率 来算什么 他的价值变什么 他说是什么 无形资产吧 应该就怎么做就好了 就这样做 单就这一笔 就借预付租金 是一个资产的概念 那如果有商欲的话 就带商欲 商欲就没有那么多了 也是说我们都假设先前 已经按照这样子结算商欲了 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笔 但没有考虑到这一笔 考虑到这一笔之后 我们预付租金会增加 商欲这个资产会减少 我们当先前已经这样认了商欲 已经这样认了商欲了 但是没有认到这一笔 以后各期怎么做 以后各期就借记 借记租金支出 是行情的租金嘛 借记现金 是合约的租金嘛 那借记预付租金这样会吧 以后各期就这样做 就把这个冲掉 合并日当天 这个有利的租约的租金的节省的限值 算算被合并子公司的价值一部分 当然算 这样记得吧 当然算 那我假设已经这样评估了 已经这样评估了 但没有评估到这一笔 这样记得吧 那我就借预付租金 你这个无形资产的概念嘛 对吧 或叫做租任权利 或也可以叫租任权利 或是这样说嘛 折算收购日当时市场率的这些人值 任列无形资产 并减少合并日 也叫收购日当天商与 就是借预付租金再商与嘛 那以后呢 我们再借租金费用是行情 合并日当天的行情租金 贷现金是原来合并日前的合约 所规定要付的钱 再充转掉预付租金吗 有听懂啊 没听懂要讲 这都不简单 高块不简单 这就不是中块 这叫高块 因为中块不会讲这个